大家好,我是欢歌,你们现在在看法语与法基本知识的小呼吸 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du de la dé du de la dé,很多人有问题 du de la dé,du和de la是阳性,阳性的名词 只是阳性的名词 du de la,他们是歇字或者是点一点的点字 然后d就是歇或者挤,几个的挤,一些 我们看过在un une dé,一样这个字不变 只不过du de la,它是歇字 什么可数不可数,不要这么头痛 我们先看一下阳性吧 阳性呢 我喜欢用食物来教这个du du ben才是面包,我们不能说ben ben是面包这个字 但是一个字你们知道 要跟着一个小字语啊,之前要一个小小的 嗯,不是le la dé,就是du de la dé 面包呢,食物呢 呃,因为是不可数啊 面包我不知道你会吃多少这些概念呢 那么,呃,面包你们记得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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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要记得 面包不是pain,不是le pain 是du bain,我吃面包是je mange du bain je mange du bain,不是je mange le bain 不是je mange un bain 不是,je mange du bain 所以呢,因此呢,这个这个 面包这个字呢,是du bain一起的 不是pain,不是du,是du bain 你们这样学,就没问题了以后 je mange du bain 我们会用这个du 我们会,就是一点子 就是一些节奏一点子 ok,du rythme,du soleil 阳光,哇,今天有阳光 je du soleil aujourd'hui du soleil ok,然后de la,de la,比如说酱呢 酱是阴性的 我们就,de la sauce de la sauce 耐心,de la patience de la patience 运气,de la chance je de la chance,我有运气 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字呢 du bain,du rythme du soleil de la sauce de la patience de la chance 中文其实不会有什么字 之前不会有什么字 我们就会说 我吃面包 我有节奏 今天有阳光 我要加酱 我没有耐心 我有运气 对吧 有和运气中间没有一个字 发育需要 发育需要有个字 这个时候呢 要加du de la 因为是一个不可数的概念 这个呢 我们可以在网站教你啊 然后那个复数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de de 我举了几个其他例子啊 我举的是一些连印的例子 给你们 des ouvriers 几个工人 des ordinateur 几台电脑 des histoires 几个故事 几些故事 des ouvriers des ordinateur 我们已经看过 复习过 所以我先把这个 全部再念一遍 给你们听 阳心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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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me du soleil du ritme du soleil 音信呢 de la de la sauce de la patience de la chance 你们学食物的时候呢 呃 就是要用 du 或者是de la 除非 真的是可数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啊 那就说嗯 或者是韵 但是一般吃的东西呢 都是 du 和 de la 呃 这个视频先到这里 如果你们想要看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 其实这个课程呢 非常重要呢 呃 想要看完整版 欢迎加入我的网站 我会详细的解释给你听 呃 我们就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 Abiantou Abiantou